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我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原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剛剛收到一個新聞,有一個兒童不明肝炎成因殺入東南亞 印尼有三個兒童逝世世 他的症狀是嘔吹、腹痛、黃膽 標題是必須求醫 世界衛生組織在5月3日指出 收到20個國家情報了228宗不明兒童肝炎的個案 並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 但相關的肝炎似乎已經傳到到東南亞 在印尼、日本都可以發現這些個案 肝炎主要是肝臟發炎的現象 普遍會出現黃膽、食欲減低或腹痛的病症 造成肝炎的主要原因都有很多 其中病毒性肝炎最為常見 包括由甲、月、丙、丁、茂型肝炎病毒造成的肝炎 而酒精中毒、藥物、誤食化學品中毒 或者含有毒散泰的毒菇 也會造成肝炎 急性肝炎可以致命 而慢性肝炎可以導致肝硬化 以至肝癌 同樣必須得到治療 首宗通報在英國4月初出現 一群兒童先後患上急性肝炎 而他們的健康紀錄都是良好的 亦沒有外游或接觸化學品或其他物品的紀錄 所以醫生很快便排除了他們常見的肝炎病毒成因 而這發生的原因不明 澳地利、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愛爾蘭、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蘭、挪威、波蘭、羅馬尼亞、西班牙和美國 都有相類似報告的病例 大部份患者都出現長度症狀 包括嘔吐、輻射、腹痛 同時皮膚和眼白都會發黃 俗稱這些是黃膽 同時肝酵素水平也很高 這是令肝臟受損或發炎的跡象 大部份患者經過治療後都痊癒 但亦有少量患者出現肝衰竭 需要做肝臟疾症 而事件中最少有1人死亡 另外在印尼有3名兒童 近日亦因為肝炎逝小 當局正在調查的原因 是否和一系列不明的肝炎 有關? 亦有專家指出 兒童幻想長度疾病十分常見 但出現黃膽症狀 必須立即求醫 袁先生,聽了以上的報道後 相信你在臨床經驗上 對於症狀、肝炎等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急性的病 如果不好好處理,就會變成慢性 在同類療法上 可以有什麽建議給聽眾 讓他們做一個 真是不幸運 遇到這些情況時可以立即應用 你可以看到這個報道 這次的肝炎是來得很快的 應該是來得很快的 而且是發生在小朋友身上 總之這次無法解釋 感覺上應該是來得快 主要是襲擊小朋友 在同類療法 我們會考慮有什麽療劑 是對付一些來得很快、很突然的 同類療法就是這樣去配藥 所以我要找這些療劑是急的 來得很快的 而且很多時候發生在小朋友 我建議這個療劑 第一種就是烏頭 烏頭 這個症狀是來得快 來得很急的 通常可能是因為受寒 可能因為它凍傷 在乾凍的地方受寒 大風吹了之後 突然之間來的 其中的症狀是燒得很高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烏頭的症狀 病人出現了一種很驚惶 震驚、焦慮、痛苦的心靈和身體狀態 身體和心理是極度百安的 就像是急性、突發性的高 它感覺就是快死了 大家遇到這個情況之下 有些時候 你可能不需要了解它到底是否乾炎 總之能夠及時去處理它 第一時間處理了 最初期的乾炎可以立刻制止它 这是烏頭症狀的症狀 第二種我建议的是丁茄 丁茄也是常用在小朋友高烧 尤其是發高烧的 很多時候出現一種幻覺尖網的感覺 好像神分尖语 好像覺得有些腦筋不清醒 尿劑很多時候是因為打針出現的 除此之外 你會發現發病突然 痛苦也降臨得很突然 出現有熱紅色的皮膚 泛紅的臉 瞳孔會擴大 頸部的密動是跳得很強烈的 很鮮綿的消熱的感覺 鮮紅和乾燥 有時候在小朋友的面部 頭部一摸就可以摸得到 這當然是初步急性出現的症狀 是不是乾燥 其實也不重要 如果在日常遇到這個情況 記住可以考慮丁茄療劑 另外一種療劑 我叫做羊金菊 也是很適宜用於小朋友的急性突發 主要的症狀是會覺得很痛 搞痛也很厲害 痛到令小朋友發癲癲癲癲 很難照顧 月常發智氣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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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 Madam 你做它又不行 总之没有东西可以令它舒缓 这种发脾气、发动敏诊、肚子痛也很辛苦 这种症状就是羊金谷的主要症状 如果在任何情况看到这个症状 当然可以立刻用羊金谷 但这很可能也是肝炎早期的症状 除了这三种症状之外 另外我介绍的是石虫 石虫经常用肝炎 即使是急性慢性也有机会用得到 石虫的主要症状就是薄气、腹胀 肚脏脏脏脏脏的感觉 石虫型的人通常喜欢喝点热水 吃点热水会舒缓点 还有在下午4点到8点 那段时间症状会特别觉得差 这是一种石虫型的症状 当然石虫型也是右边症状的问题 我知道肝炎肝是在右边的 有时候可能出现头痛 右边性的头痛 还有一个情况 当然黄胆 很容易看到黄胆涨气 而且发现肝炎肝发病的时候 肝炎的两叶在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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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典型的石虫型的疗剂 正常所说 最坏的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8点 有时候会出汗发现 这时候特别容易出现 这是石虫型的肝炎肝炎肝 接着就会介绍白屈草 Challadonia Major 这是白屈草 这是典型肝的疗剂 很多时候大家如果遇到肝炎的时候 可能没有机会拿出足够的资料 只是最有机会适合的疗剂 我就会用这个 这是白屈草 对付黄胆、肝炎或肝炎任何不惜的痛症 这是很好的应用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病人是不是肝病 通常你会看到一个症状 在二肩骨 三角骨下的后背脊下方下缘 有一种痊癌疼、尖虑的疼 这些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反射痛 如果你看到右肩甲骨下角 有一种麦麦尖弱的痛 这是白骨草主要的关键症状 当然你会看到黄胆,收身泛黄 可能眼白变成黄,很典型 有时候出现胆质性的头痛 这种症状的人通常吃了晚饭会更好 吃了热也会更好 但通常眼黄、泛黄等很容易看到 干的痛由肝部右边、肋骨下边向后延伸 然后肺部有恶心、嘔吐 嘔痛时喝点热会舒服 加上头痛 如果看到这个疗剂 跟我们在报道上看到的肝炎很相似 是很吻合的 如果大家只能够避免疗剂 希望大家在家里有多方面的疗剂 避免疗剂 因为急救时有自己的疗剂是最重要的 这个白骨草是典型肝炎的疗剂 另外一种是竹叶草 这个主要症状是肚射 黄色的肝炎 如果遇到肝炎的情况 主要症状是黄黄的肝炎 当然你会发现病者的手按压磨擦肝的地方 就觉得舒服点 很明显肝出现了问题 还有头痛和辐射是交替出现的 肝炎后头痛就会舒缓 分别看到肝炎出来的 通常是黄色带有未消化的食物 大量黄色分别、恶臭的肝炎 这是一个主要的竹叶草的阵型 当然这可能是一般性的肝炎 但是肝炎的情况下 出现黄色的肝炎现象 这个疗剂是竹叶草 最后的疗剂 其实很多疗剂都对的 只不过这个是甘鸡纳 传统医药疾病 这个叫China Officinalis甘鸡纳 当然会发烧 但是甘鸡纳的发烧是一种间歇性的 就像人家的药疾病 几日烧一下 跟着又停下又来 当然也有幅射、脏气、放屁 这种症状 通常甘鸡纳的病人很疲 就是肝炎了之后 肝炎到人都散了 软弱无力 气涨得很厉害 这种情况 记住烧是断断续续离一下 待会又停一停 一般情况多气和涨 记住多气和涨 肝炎了之后 肝炎脱水 觉得人很虚弱 这个也是甘鸡纳的 而且肝炎之后很疲 有时候肝炎化 导致成水肿 这种症状 都是出现甘鸡纳的方面 甘鸡纳的重心 气多、气好胀 消化不了 肝炎得脱水 脱水后很虚弱的感觉 这就是甘鸡纳的主要症状力 谢谢袁医生 帮我们介绍了几种疗剂 给我们的听众 大家都知道 同类疗化 对于急性病的时候 疗效很快 所以如果常备有这些疗剂 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心 任何不明原因的病 我们只是针对出现的症状 配备疗剂 就可以做到 立即弱道病除的功效 所以加中希望大家的听众 都做到一个有鼻无患的装置 配备了疗剂的土装 不要错过了治疗黄金期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可以我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查询我们关于健康产品和疗剂方面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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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